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5日 今天香港股市反复上升 恒生指数收市时的升幅大概是0.84% 升了158点 这个升幅理不理想 我只可以说是相当令人失望 而且成交量不足1000亿 为何我说今天的升幅是不理想 最主要是星期五 华尔街股市升了700点 但香港股市反应相当温和 当然了 星期五香港股市率先反弹 可以说已经作出预期反应 所以今天讲的表现相当温和 但纵观五月份整个月 你会看到 其实香港股市是相当疲弱 累积了这么大的跌幅 8%的跌幅 现在就算两天的反弹幅度加上来 都相当轻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股市的基调都比较疲弱 再加上今天的成交并不显著 所以我相信今次的反弹 或近日的反弹 都是纯粹技术性的现象 反弹之后 香港股市都是下跌的 五穷六绝 五穷六绝 这个魔咒 似乎都未见到有解除的迹象 我们再看图表的走势 恒生指数是日线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 恒生指数 从近期最低位 18,044点开始反弹 反弹到今天 其实短期的走势还未转好 现在来说 是受阻于20日和50日平均线的下面 至于20日的平均线 现在是位于19,300点附近 纵然能够升破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 19,500点是令到更加强大的阻力 就算这个水平能够冲破也好 相信去到20,000点 这个心理上或技术上 这么重大的阻力位 应该是没有办法能够 在6月份冲破 换言之 现在我们只可以视之为 跌后的反弹 既然是跌后的反弹 所以较早前 大家如果是持有重货 就应该把握今次反弹的机会 在反弹之中 减轻持货 至于未入市的投资者 现在我认为也不应该入市 不适宜入市 等市况回落 再一次 下市18,000点 如果跌不穿 才有机会中期见底 好了 客观的因素方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利淡消息入市 其实是没有的 美国的债务上限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而美国联邦处备局 会不会在6月份加息 现在市场方面 可以说是忙无方向的 有些认为 可能就见顶了 未必会加息 但是下个月 或者跟着那次就会加息 甚至加息可能辅到高达半厘 但是也有一些人估计 有机会再加多一次息 加大概四分一厘 沽物论如何也好 就算美国真的加息也好 我相信 现在股市的反应 是较为温和一些 但是 这个消息对香港股市 有没有利淡影响呢? 这件事来说 我相信 利淡的情况 应该较美股的反应 强烈很多 除了加息因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利淡消息呢? 其实没有了 中美的关系 虽然一向都是相当之恶劣 但是近日似乎是有缓乱的迹象 至少现在来说 拜登和习近平 虽然未有机会召开高峰会议 但是 部长级那些官员的接触 中美双方的官员接触 已经开始了 似乎 应该慢慢来说 中美的关系 会稍微缓和 换言之 这方面来说 应该是利好香港股市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股市近期来说 并没有任何利淡消息的冲击 但是 这样是不代表 香港股市的表现会好 因为没有利淡消息 香港股市也是有机会照样下跌 所以大家必须要小心 说完港股之后 接着想说一说华尔街股市 华尔街股市的表现 香港股市就好了很多 相当之强势 而在各类指数之中 大家更可以看到 纳指的走势更加嬌人 而且最近一直升上去新高的水平 今次来说 纳指的升浪 就从3月中开始 纳指方面 最低曾经见过10,980点左右 接着就辰转上升 升势一直持续 近期来说 是跑赢了道指 如果跟香港科技股的走势来说 更加表现得相当强势 上星期五更加创出 一个是新高的水平 上星期五 纳指方面 收报是13,240点 纳指表现相当强劲 而且挑战历史高位 后市来说 应该怎么看 现在纳指走势 短中期都相当理想 但是 随时有机会爆发一次 比较大幅的调整 如果纳指真的出现调整 相信对香港股市 是有利淡的冲击 大家都应该知道 香港股市是跟跌不跟升 虽然科技指数已经下跌了 跟纳指背道而似 但是如果纳指回落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科技股份 香港科技指数 应该会作出利淡的反应 甚至反应会较纳指更加强烈 现在我们看看纳指方面 短期如果真的出现调整 支持位在哪里 初步来说 纳指方面 支持位应该是位于12500点附近 12500点附近 短期来说 纳指可以说已经是位高势益 好了 看完纳指走势之后 然后我们又看看香港股市 今天的变化 今天香港股市虽然有上升 但是成交不足 似乎人心方面 信心还未恢复 而各类股份之中 大家可以看到 金矿股今天出现了 比较大幅的回落 其中例如招金电脑带号1818 今天来说收报是10.048 跌了11.3% 另外就是黄金的ETF2840 今天收报是1412 跌了1.84% 至于紫金抗业电脑代号2899 亦跌了1.2% 金矿股普遍下跌 下跌的最主要原因 相信是金价近期进入了调整阶段 所以拖累了这类股份的回落 金价黄金的技术性走势 近日表现相当惡劣 短期平均线已经向下跌 破了中期平均线支持 出现了所谓死亡交叉 换言之 金价有机会继续向下调整 所以这类股份表现方面 较大市为弱 可以说是并非无積可尋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是招金 招金抗业电脑代号1818 看看它的技术性走势 技术上大家会看到 今天招金抗业很明显向下跌穿了 20天平均线的支持 近日它稍微反弹的时候 受了这条平均线的阻力 而今天又再次掉头回落 反映了这条平均线的阻力相当强大 目前20天平均线约是位于11.6 将会成为招金 1818 是反弹的初步阻力 现在招金将会下市10元的支持位 10元的支持位 如果跌破的话 就不排除 招金将会进一步回落到8元 才找到更加重要的支持 所以如果大家持有黄金的朋友 持有金矿股或招金的朋友 应该小心留意 最好暂时来说 就是将它止蚀 总之跌穿了10元 就要将它止蚀 如果它出现反弹 它的阻力位 刚才说了 20天平均线11.6 是初步阻力 而12.5 将会令到更加强大的阻力为止 暂时来说 金矿股份是不遗憾好的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 另外那几只股份 首先我想说一下平台经济股份 平台经济股份 经作较早前的大跌之后 近日出现回升 但反弹的幅度相当疲弱 所以我们只能用跌后反弹 或技术性反弹的态度去处理 其中腾讯 大家看看 电脑代号700 在腾讯方面 近日出现回升 一年出现三天的回升 而且今天轻微向上升破20天平均线的阻力 现在应该是向上挑战 这个是50天线 若是350元的阻力位 350元就是腾讯最强大的阻力水平 以这个水平来说 我相信如果成交这么薄弱的话 应该很难向上穿破 如果腾讯能够用高成交量 冲破了350元的阻力水平 将会进步升到395元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持有腾讯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是短线的反弹阶段 大家还可以继续持有 至于没有持货的朋友 我觉得在现在水平暂时不应该跟进 你要观察一下350元这个阻力水平是否可以充破 如果充破的 能够用高成交量充破 你才考虑追入 说了这个是腾讯之后 接着我们再看看另一些股份 包括了哪些呢 包括了中芯国际 这些晶片股今天表现相当之好 大家看看中芯国际电脑代号981 今天来说收市时报21.2 升了6.3% 如果你看回它的技术性走势 你会见到近日它是两次 下市到19元就获得支持 有机会见到短期底部 现在反复向上挑战阻力位 而阻力方面 现在关键阻力位在哪里呢 就是在21.5% 今天收报21.2% 相当之近 如果日内能够冲破21.5%阻力位 相信中芯国际有机会再升一阵 那么升到哪里呢 就升到大概是24.5%至25元之间 24.5%至25元之间 如果你看回它近日的走势 就好转了 如果你真的拿了这只股票 暂时就不应该沽出 看看它可不可以冲破了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阻力位置 即是说呢 这个是21.5% 如果冲破后市可以进步上升 如果冲不破才考虑将它估出 而且呢 你们最好将指示位定在19元 如果跌穿的同样来说 都是应该估出 至于没有卖的投资者 你就要等待 他这个阻力位 21.5%阻力位 冲破了才可以追入 中芯国际 今天就是股价表现很理想 至于另一只股份 就是友邦保险 友邦保险这些保险股 今天普遍的表现也是平稳 平稳之中偏好的 我们先看看1299 这一只友邦保险 今天修补79.9 79.9 升了2.4% 同类型的股份还有哪一只呢 还有宏理金融 电脑代号945 升了2% 至于保险2378 也升了1.2% 这类型的股份 今天表现反复偏稳 偏好一些 跟大市的表现相弱 至于技术性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友邦保险 电脑代号1299 今天的上升 轻微向上突破20天 平均线的阻力 但成交并没有增加配合 所以美中不足 短期来说 日内大家要留意 即是上升阻力 在哪里呢 就约束是位于82元左右 如果能够冲破82元 后市可以进一步升到 约束是86元左右 你会看到上面的阻力位相当多 每一个阻力水平相距相当小 而86元我相信 阻力相当强滑 暂时未见到有什么动力 可以令到它冲破阻力位 换言之 近日虽然有反弹 但我们后市还要小心些 如果持续的朋友 你可以作为中市的投资 不需要理会它 最好就要把指示位定了 约束是大概173元左右 跌穿了就要估出 但我觉得跌穿的机会不高 至于上升方面 刚才说了 它的主要阻力位 大概是86元左右 如果见到这个水平 如果持续货 短线来说 可以考虑暂时将它估出 说了这一款是有邦保险 近日的走势转好了 然后我也想继续讲 另外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叫做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属于内银股 如果看近期的走势 好像工商银行 电脑代号1398 今天升了1.6% 它的走势也是在低位 出现了轻微的反弹 另外3968招商银行 今天轻微下跌0.1% 其实可以说是企稳于上日收市价 同样来说也是低位 出现了轻微的反弹 来银股方面 大家会看到 暂时来说 在低位就算定了 但还是走势方面 未如理想 短中期也是疲弱 今天我们想说一只建设银行 电脑代号939 看看它的表现 今天收报5.1% 升了1.6% 而图表上方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建设银行在下市250天 平均市不穿 所以现在出现了回升 但回升方面 你记住了 短期的阻力 最大的阻力是5.25 5.25 如果能够充破 另一度阻力大概是5.5 左右 所以你会看到 这只股份 在上面的阻力位相当多 如果5.5都能够充破 另一度更大的阻力 大概是5.8至6元之间 由于它的价位波动 幅度相当窄 所以上面 大家会看到 阻力位相当小 相当多 如果你持续了 我觉得长线收息 你不需要理会 但短线方面 你就要留意 如果5.25不能升 它有机会再次回落 到时 如果你是短线投机 买卖 你就可以考虑 将会暂时估出 终于未入市的时候 我觉得 到了5元水平 应该再下跌的风险 不是很高 应该再下跌的空间 也不会太大 所以在这些水平 大家不妨考虑分阶段级 好了 今天我对市场的分析 就到此为止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 大家要记住 股价是有升有跌 以及大家入市的时候 必须要衡量自己 承担风险和能力 以及我以上所说的 只是作为大家 买卖的策码 并不构成大家买卖的依据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